對 我知道 我們是由Benson黃偉國博士主持的 但是他邀請了張幸彤 以及邀請了另外一些嘉賓 現在張幸彤可能來不了 但是另外的嘉賓會照常繼續來的 我覺得 你說完全意外也未至於 因為他一直都是支聯會的副主席 變成風險也很高了 你知道支聯會前兩天又被食環署路易查牌 都是相當牽強的 似乎政府繼續用盡所有法律手段 就算不一定成立也好 找到一個理由就照用 我相信這個也是跟去年合作《國安法》 現在一些人的下來 似乎都沒有辦法收捕人心 似乎都不斷利用《國安法》去做一些打擊 就是這些所謂反對派 或者說政府看不出來的人 或者一些組織 到這個階段 反正暫時被收到課 而且已經反正抓了這麼多人了 民主黨派的很多議員 或者組織都參加初選 都被無限期拘禁了 所以我想對於政府來講 一件污就兩件胃 就算再做這件事 打壓這個支聯會的活動 令到今晚靠客 7000警察 穿黑衣都抓你 靠客 我相信對於政府來講 做到都不是太顧自己的形象了 已經 但是這樣做呢 也都不見得說 對政府來說 不見得說有些很龐大的額外的代價 反正這麼多 這麼多 講述些 無作非為的事都做了 這樣 所以他這次都是用這個方法 所以張恆彤 因為他又說自己會繼續去32年之約 其實那句話本身都沒有任何叫人去 或者叫人去支持的意味 他只是說自己會去 但是政府都可以想像今晚 如果在維園見到張恆彤的話 政府可能就很難拘捕他 因為一個人可能拘捕他 但是如果現在拘捕他的話 就說他善罵也好 說他宣示一些被禁制的聚會也好 用這個方法似乎不合理 德黎又合理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政府現在都是不理自己本身的形象 繼續都是濫用那個所謂現有的法律條文 去作出各種政治上的打壓 這個都是一貫的作風 預計周印彤和警方會不會在一起呢? 很難說 當然我自己純粹從普通人對法律的理解 他也不是叫人支持他 只是說自己會去而已 而且他的行為還沒做 你現在就說他宣示一個被禁制的聚會 我覺得這個說法相當牽強的 他也不是叫人去聚會 他只是說自己會去而已 我相信維園不是宵禁 也不是說不讓人入維園 任何人今晚都可以入維園的 一旦政府就要宣告宣布宵禁 關閉維園 如果不是的話任何人都有權入維園 我告訴你 或者有人告訴你 今天他去入維園 怎樣構成一個宣示一個被禁制的集會呢? 他也沒有說到去紀念六四的晚會或什麼事 也沒有這個活動 事實上 我相信拘捕他的理由 我看來是相當牽強的 不過 政府就先中了 告不告得入維園是其次的 會不會告都不知道 我相信現在總之是靠客 這個和過往兩天所宣傳出來的一些消息都有關 告訴你今天有過萬人 七千人已經在維園 穿黑衣服也會拘捕你 這些講法本身完全沒有法律依據的 是否穿什麼衣服也要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呢? 但是現在政府似乎都繼續用一種威嚇的手段 希望將這種六四悼念的星光或者燭光完全消滅 所以他用一種製造一些不恐慌 你不確定自己做什麼行為會犯法 現在香港的法律變得很無確定性 用這種方式來嚇人 我相信現在政府的策略就是這樣 所以告不告他我相信都兩體 但是現在就拘捕了他 可能不告他的話 可能明天的方式你又不定 或者可能事實上最高他 拘捕上庭 總之他禁你一連結算 這個也是政府這段時間的一些作風 兩個可能性都存在 就是你去不了就不敢去 現在政府的做法 警方就說就想你不敢去 那我相信香港人都沒有必要 就是沒有危險的我覺得 是吧? 就是當他的法律變得這麼不確定 所謂的法治變得這麼隨意的時候 他政府又不介意 就是毀難臉做一些這樣的事情 不顧形象簡單說 那我相信市民也都有他的應對方法 我相信有些人一定不服氣 那我覺得就沒有必要 那大家用各自方式 所以簡單說 你散落千家萬戶 自己各自在自己家裡的窗口 誰知道蠟燭 或者說和朋友三三兩兩 是一個你們可以覺得安全的地方 去懷念這件事 那我覺得就是 都是一種方法 這個方法是更加難打壓的 當對一件事 有這麼多人堅持了這麼多年 你一下子是沒有辦法抹去這些記憶 還有也都不可以改寫一段歷史的 那所以我相信 大家只要聰明一些 用各自方法去紀念的話 那在安全的環境下 私下的情況下去做的話 政府是沒有辦法 將所有的可能性去移除 那殺落千家萬戶的悼念 才是最有生命力的 所以我覺得形式 可能在今時今日 我們暫時都要擺開 其實都是切腰 那反而就是 大家用各自的方法去做到 同一個目的和效果 我覺得已經是一件很好的事了 而這個也正正是令到政權那些手段 就是無法得逞的最佳方法 那你知道中共的賀者田飛龍都說了幾次 說戰亂委有顛覆政權的意味 是不是現在是否 北京政府真是有這個傾向 或者真是下一步 說不定會取締戰亂委 這個資訊是不是都很明顯 我覺得就 就是利用國安法動一些 你說一句不反對政府的話 就說你顛覆國家政權 用這個做藉口 去針對一些人 或者針對一些機構 似乎都是現在政府不介意做的事 那你這樣做就很糟了 就是整個社會的法律 就變得很不確定 而且很隨意 而且根本就和這個基本法 所承諾的言論、結社、集會的自由 完全抵觸腳 那政府似乎都不介意 所以它真的會用這個方式 來去驅控一些人 甚至取締一些組織 包括了支聯會 那我覺得這個都不會太令人意外 當然他們的理據就很薄弱的了 因為支聯會有沒有做過任何事情 去顛覆國家政權呢 32年來大家心裡有數 至於它那五個口號 是不是就是違反憲法呢 那正如幾年前我們政府都說過 憲法沒有寫過要一黨專政 那有人覺得政治有進步 一黨專政不是最好 那這樣說 那其實是不是違反憲法呢 那這個真是很明顯 這個很明顯是一個政治帽子 和一個有堅實的法律基礎的指控 但是現在政府也好 有些政府背後的一些下面養著的流羅 或者一些所謂的打手 不斷用這些方法來製造言論 來製造一種恐慌 去令到法律變得更加不確定 這種做法似乎相當之明目張膽 那所以我覺得 剛才我們也說了 如果做了那麼多事情都不爭再做了 但這種爛仔心態是真的存在的話 那它真的用這個方式來取代一些 對它來說看不順的組織 或者說已經做了的就是 拘控一些它不喜歡的人 那這個可能性是已經發生著了 其實所以到頭來它真的找個理由 去搞定這個《蘋果日報》 去搞定這個支聯會 我相信也不是不可能的 最深的消息是 梁振英現在在Facebook說 說法輪功都不行 要過程去調查 是的 我知道 我相信很多年前都曾經有些政府 說法輪功是一個在香港 經過合法程序成立的組織 但是現在就好像有了國安法之後 任何事情只要它說你虛法 就不會虛法 而事實上也有些建制人物 不介意就明朗開道 去為這種行為作言論上的準備 那我相信就 剛才我也說了 你如果這樣的話 令到整個法律條文變得這麼不確定 甚至可以前言不對後語 可以抵觸了其他的法律 完全都不顧的話 那它真的做什麼都可以的 那我相信這個也是以前現在這個政府 或者說權勢正在做的事 那所以你剛才提到那位梁先生 他過去幾年都是這樣的 幫你數廣告 動一點就說你顛覆 動一點就說你叛國 動一點就說你不愛國 不斷扣這個政治帽子 將香港帶到文革這樣的氣氛 那我覺得這個 就是 你稍微有留意這個人的所俗所為的話 我覺得也不會太意外的 形象呢 會帶來一個什麼衝擊呢 現在都看到美國的國務卿 波林肯都要出聲啊 這次 其實就不 我想不單止美國國務卿啦 就是世界各地的領袖 歐盟啊 澳洲啊 都 就是加拿大啊 或者日本啊 都不同地方都說過聲的了 那所以其實就 就是香港那個國際社會這個身份 還有經過多年努力建立那個 所謂 國際金融中心這個地位呢 其實到今天呢 已經被 就是 徹底地破壞啊 一國兩制 就是 雖然 現在還說 就完善一國兩制 正在行致遠啊 但是這些 自說自話 經不起事實的考驗 那你事實上 美國 連現香港都不再承認啦 是吧 那所以我覺得 就 國際社會其實已經有種共識的了 你見到的情況就是 香港現在面對的處境呢 就是 很多國際機構組織 那些基金經理都已經開始移走 那 很多地方對香港過去的那種看法 或者說美國給香港的優惠呢 基本上都會慢慢 就是 一個一個這樣喪失 那 還自說自話 這樣就是一國兩制 行致遠 還堅持一國兩制呢 我相信 就是 自己 自哈一輪 就可以的 但是在國際社會 基本上 我覺得已經 站不住腳啦 那 這個形勢 就已經是形成了 那 那 所以到今天 他再做多些 就是 做盡他 反正 代價都已經 付出了 那 再做多樣 都不會有太大的額外代價 這樣 甚至有一種奢望 快點做完所有的 所有的 要做的事 然後再看看 會不會有機會 就是 使大家接受現實 那這種 心存僥倖的想法 我相信都會有 那 所以現在就 就是 那個形勢是很惡劣的 那 似乎也都 就是 政府是 不惜一切外價 總之就是 就是 要 就是 要 要將香港既有的秩序 打到希巴蘭 那 也都 不計較要付出 很大的代價 以致 做到 這麼 這麼明目張膽 做到這麼 欲酸 那 這個情況下 他真的可以 擁有權力 擁有軍隊 是吧 擁有警察 那他真的可以 做什麼都可以的 那你連法庭都制衡不到他 那 做成的結果 就是現在 那個前景 確實是比較 不明朗的 這個真實 總之 佛士 你今天都想在記者上面 講一講 你自己對落實的感受 和研究所的最新發展 可不可以都在這裡先透露一點點 其實我們今天主要就是 因為我們香港人計劃 就是我們的名譽總監 黃毅國博士 他就做了一個簡單的調查 那今天就會發佈的 那發佈結果當然要他自己講 那 但是他那部分呢 因為會遲一點點 從開始 那我們會在兩點半準時 就 我和鍾廷佑博士 就會講講 就是我們 我們研究所 就是很多人都會擔心 我們研究所做得下去 但是證明上一個禮拜 剛剛過去的禮拜二 我們都公佈了 我們每年都會做的 就是應該這麼說 是香港民意研究計劃 就是港大前身的香港民意研究計劃 每年都會做的 六四事件一周年調查 結果呢 都在禮拜二公佈了 那裡是證明了 我們是會在 就是 就是在 依據法例 我們沒有違法 沒有鼓吹任何事情 的情況下呢 我會繼續做我們覺得重要的事 也希望將這個民意 向社會各界呈現 我相信對政府是重要的 它都應該要知道 六四事件 這件這麼重大的事件 香港人怎麼看呢 所以我們在 剛剛過去的那段調查裡面 發現的數據 我相信對 對香港政府 甚至對北京 都應該有參考價值的 我們希望各界是清楚知道 市民是真的這樣看這件事的 我覺得 面對現實 看到的事實 總比不知道好 總比自己欺騙自己好 知道之後 你怎麼處理 怎麼應對 這是政府的事 我們都是本自求真 和傳真 這種態度 是繼續做我們做的事 我們要說的就是 我們會 無論我們個人 對六四的看法都好 我們都是 在一件事上面 是用最科學的精神 發掘這些民意的看法的 你看回我們的訪問卷 基本上完全沒有用那些 所謂善情 有情緒色彩的字眼 我們只是想知道市民 對於六四事件 究竟覺得是 學生錯多些 政府錯多些 誰應該負責 是不是應該平反 或者不應該平反 這些都是 兩面的數據 我們都有的 所以只要用一個 平常心去看 用一個 就是 用一個合理的態度 來面對科學 調查結果的話 這個才是最好的 我相信我們今天 都是會重申這一點 給大家知道 香港民進教育所 都是用一個 民主科學的精神 去面對這個問題 我們的用意 都是希望向社會各界 包括政府 呈現一些真實的數據 我相信這個 對任何人 對社會各界 對政府 都是有好處的 我們是出樣善意 去做這件事的 補充少少 大致同是這樣 我希望社會各界人士 都是以自己的安全為考慮 也都沒有必要送頭 是希望用一個各自的方法 散落千家萬戶 自行 用自己覺得舒服安全的方式 去表達你們的感覺 很不幸的就是 香港到了今天 好像穿什麼色衣 你說什麼說話 都要被審查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不正常的狀態 也都很不合理的狀態 我們很難接受 但是也都沒有必要 硬碰硬 也都沒有必要 就是 為一個完全不講道理的一些權勢 去提供藉口 我覺得大家暫時 暫時肯定負重 暫時用各自自己的方法 散落千家萬戶 我覺得這個是可能最好的 好 謝謝你 謝謝 拜拜